盤中贏錢時間密碼 而且最快樂的是下面這一句 抠訓到就賺錢 抠訓到就賺錢 你最快樂的事情 無非是今天 早上起來接到1784的訓練 哇 漲停了 恭喜你 反正漲停的訊號晚一點再發 或者切進來之後 馬上拉上去 然後什麼短短的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很可能五萬塊錢六萬塊錢就入袋 馬上當衝 這就是現在行情裡面最快樂的事項 你說對還是不對 所有的事情 你都可以到我們股市多風論壇來印證 所有的事情都在盤中贏錢時間密碼 而且今天的速度是非常之快速的 我最喜歡在這個時候就把股票全部做完了 不過雖然現在也正在做 等一下再跟你講 應該差不多了 可以講了 等一下也正在跟你講 所以請各位留意 這五個時間點 是行情裡面轉變最大的地方 你說老師 為什麼今天你把底牌掀開來給我們看呢 你沒有發覺 今天你看我節目 跟別的節目不一樣的地方 我等一下再講這一疊叫做績笑的 別的節目只會跟你講說 你看我們什麼賺多少錢 你趕快來 趕快來 我不好意思講騙你了一堆 你說賺最多錢的那個 在那個圖書館裡面是不是 在那個書店裡面寫什麼 我怎麼賺了五億一億 28歲賺五億了 那種書最多 還賣最好 我真的很想講一件事情 電視機前面的網友 還有視頻裡面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用腦袋去想一下 28歲就賺了五億 我真的不要跟你講 我28歲賺了多少錢 你28歲假如賺五億的話 走在路上會不會被人家搶 還拿出來講 還寫本書 你覺得這有可能嗎 今天先從這個題外話講起來 第二種狀況 28歲就賺了五億 我都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我都沒有賺多少錢 開個同學會一堆人來借錢 你賺五億 你親朋好友天天來借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每天煩都煩不完了 賺五億的人絕對很小聲 賺錢的人不會寫一本書 告訴你我怎麼賺了多少錢 他頂多會告訴你說 我賺錢的方法是什麼 同不同意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真的做股票你要用腦袋 他真的對你好的 他可能會告訴你說 我可能是用K線 我可能是用黃靜哲的 這個所謂盤中銀錢時間密碼 來賺錢 你會說老師 那盤中銀錢時間密碼 你客戶賺了多少錢 我也不能跟你講 我每天就這樣子這樣子 你覺得我可以賺多少 你自己想 我只能告訴你 我看到有些節目 我真的看不下去 你這個股票買十張多少 買一百張多少 買六百張多少錢 總共一千兩百張 你買六百張 你買進去 今天漲停買 明天通通都是你的 下次股東大會換你主持 所以做股票真的我必須要講 你看節目也要用意 你自己的最基本的思考 千萬不要在看節目的過程當中 好棒喔 這個人好像是天才 我告訴你 做股票沒有天才 什麼在二十幾歲就買了三十幾間房子 二十幾歲就有多少房地產 那個我可以告訴你 十個九個都是什麼騙的 我就告訴你 所以我告訴你 今天是頭顧其實還很好 網路更糟糕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有你自己做決定的 結果我拿我剛才最起碼那個標準 你賺了錢之後 有沒有小學同學會來借錢 有沒有親朋好友會來借錢 我真的賺沒有五億 或者是那個什麼數字講出來 都還曾經有颱風夜勒 有人站在門口找我借錢 這多大的困擾 還有人賺錢會這麼敲鑼打鼓 不講那麼多了 來 賺五萬不會有人找你借好不好 對啊 對時對價 尤其是我們說過 第一個時間點 你今天第一個時間點看到什麼 二話不說了 其實我今天第一個時間點 很多人都同時看到 很多人同時看到的話 那沒關係 波段的會員可以先上車 因為看起來 這就是我一直幫各位準備的 所謂的整個最重要的 這個細胞療法開始發生了 所以對於細胞療法 全台灣你去問 除了黃敬哲 沒有第二個人比你更了解 這不用 我不用我自己吹噓了 你自己去看非凡商業周刊什麼 通通都來問我 因為我對於 不好意思說 這是比較難過的說法 我們之前家裡曾經有很多人都是 都因為cancer的問題 我花了很多心思 我常常講個笑話說 我除了不會開刀不會吃藥以外 不會發藥以外 到底什麼醫院什麼價碼 我抓得很清楚 他是跟三軍總醫院做合作 現在跟三軍總醫院做合作的 還有2841的台開 所以台開連這種一半的營建股 而且是已經漲上去之後再拉回 你看台開這一段也是因為這樣漲上來 所以他們領先領先的技術 所以這次不是31767R先上 你說老師我早上趕快去買7R 沒有沒有沒關係 不過也跟上去就對了 知道沒有 也跟上去 我一看不可能全部人都去追訓年 來第二批人也來了 12塊而已 100張5萬塊 不到一小時 是不是盤通營錢時間密碼 各位看一下 訓年我們不是今天買的 6月28號空訓到數鈔票 有啊沒有啊 所以我們當然有一部分是當衝 一部分是流倉的 那邊會員的性格不一樣 但是各位 誰第一個幫你抓到生肌月細胞療法的 你自己看清楚 你自己看清楚 抠訓到數鈔票 哇這最麻煩啊 抠訓到數鈔票 你是要相信這樣子雲層買進去 然後上來就可以衝 你是要相信說去年買進去 今天又漲停 這種故事比較簡單 還是要相信一個28歲的小貓頭 賺3億5億 你要我講得更明白一點 我乾脆給你爆料 曾經有一次 我跟這些小毛頭去上訪談節目 不好意思講開一部車 你賺5億的人開那部車 我打指我不相信 比那個賺5萬的開得還爛 懂我意思了沒有 你說我這個低調 不對啊 你這個人很高調的 所以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來 我們先把這個行情的邏輯 再跟各位講一次了 這是個標準的多頭邏輯 那麼在之前呢 美中貿易對抗的時候 我請各位做什麼 做有關所謂的黃金方面的個股 各位看到沒有黃金方面的個股 大漲一波 請各位一下車之後 他馬上轉落 為什麼 很重要一點是第一個漲太多 黃金將來會不會好 還是會好 但是請你記得 剛好我們就是請你出場之後 他就開始QK休息了 為什麼 因為黃靖哲非常懂得這個行情 所發生的狀況 我們也知道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那麼以香港現在的情況來說的話 香港現在的確是滿緊張的 香港人很多人呢 現在你看報紙都已經跟黃靖哲講法一樣 真的把它換成黃金 真的想辦法換成比特幣 然後想辦法把錢運出來 但是當一個股票大漲50%了 加隆已經領先反應這麼多了 你就不應該再追高 況且呢 加隆完了之後 我說比特幣還會反應 各位來看一下比特幣 還會反應 比特幣還會反應 今天比特幣其實也還在漲喔 也還在漲喔 那你說老師 比特幣跟黃金還可不可以再買 等他拉回再買 休息一下 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現在台灣都是這樣 只要電子股一彈上來了 哇 打航了嗎 因為電子股 大家都買電子股 因為電子股熟悉 很多人只熟悉電子股 很多人只熟悉電子股 電子股一上來 不管怎麼說 反正看起來價差還蠻大的 搶反彈就好了 所以請各位留意一件事 根據流水理論的一個原理 那麼現在既然是多頭的話 不管順勢股 現在順勢的 我認為還是屬於中美貿易大戰的股樣 逆勢股是中美和談 因為和談是短暫的 但是呢 兩邊都在漲較多頭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假如你把指數加回去的時候 看看我這一集非凡商業周刊 已經到11097了 該做多的時候 你看我記得上個禮拜的節目 標就值得寫兩個字 轉多 記不記得 這一天的節目只給你寫兩個字 說6月19號缺口不補 轉多啊 你要相信這樣子 輪流上漲輪流賺錢 還是要相信那個什麼賺五億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很多啦 你必須要懂得它的一個規律好不好 來我們的課程裡面 包括我們的QR Code裡面 也會告訴你說 一些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還包括我們的電話 你可以馬上跟上我們的個股 還可以安排未來的課程 盤中迎前實踐密碼 密碼這兩個字最重要 你有自己的密碼嗎 沒有的話 來找我 咱們明天見 我們下次見